我们接下来你会有第一页 就会有第二页 就会有第三页 怎么样可以有很多页呢 在这边有一个页面控管 页面控管它可以怎么做呢 首先页面 页面 我们就只有一个首页 这个首页就叫电脑教室 那你不用再去什么 新增 不用去刚刚那个资料 讲的去新增 你在这边不要把网页 想成是档案就对了 你就想成是 它就是直接在建一个网站 因为它的英文叫做Site Site就是网站 网站里面是有很多网页 所以刚刚你已经建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首页叫做电脑教室 对不起 我们还是稍微改一下 要一致 因为到时候连那个网站的宣传 我都要教完 好 发布还不要做 首先在页面这边 页面 首页底下 我要去做复制 还是建立子网页 因为你应该知道 那个网页的一个简单的架构 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好了 台北市政府 好 比如说我现在在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这边 这是我的首页 首页底下它就有机关网站 就是它的职网页 它就有机关网站 公告资讯 市府介绍 市政资讯 发现台湾 主题服务 可以了解 好 那当然了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建立这个职网页 例如说我的 职网页就是 我主要就是电脑教室嘛 所以我的职网页 例如说有什么的教学 举例来说 那个电脑 电脑知识 好 完成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在首页的下面 它多增加了一个网页 叫电脑知识 OK 有发现吗 打上去了 这个横幅 不用你在手工 夹工 直接帮你打上去 而且呢 而且有没有觉得说 跟这一个首页 跟刚刚的首页 好像左上角这边 什么全部都有了 甚至更棒的 更棒的 等一下 它在这个地方 它会帮我们 直接做完超连结 就是做这个 直接做完这一条 好 连结列 全部帮我们做 好 我们继续做 就是假设在我的电脑 就是 孙老师电脑教师 底下我会有 职网页 电脑知识 我可能在这个地方 建立职网页 假设我还有什么 大数据分析 好 我还会有一些 办公室应用 建立职网页 因为这边网络速度 好像有点慢 否则早就建立好了 好 来 例如说 我没有在批评 对不起 我刚刚怎么讲出 内心的话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网站 网络的要求 我听说了 我们只有10妹 大家现在 在抢这个10妹 而且好像 只有一小部分 是给我们在使用 因为整个 工训处都在用 这个网络 好了 接下来 页面 页面底下 我再增加一个 叫办公室应用 好了 完成 好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 就是首页底下 是不是有 三个职网页 请问一下 那办公室应用底下 我是不是可以 再增加 比如说 无耳的 椅子要抛碰的 这边是不是有 建立职网页 你就自己去建立了 好 这边预设 可以让你建立四节 其实我觉得也够了啦 因为 这个毕竟是免费制作 你就不用再去学什么 Dreamweaver之类的 好 我现在要点回去首页咯 点回去首页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首页这边 我不希望说 我自己再去打超连结 请问可不可以建立超连结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可不可以 在这边打几个字什么 电脑知识 控一格大数据分析 然后把电脑知识 再建立超连结 连到这边 可以 好 我只是 我等一下 我们再去看 请你们至少先建立两阶 好不好 这样就已经有两阶了 就是 例如说这个地方 第二阶 有一个电脑知识 有一个大数据分析 有一个办公室应用 好了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做一下 请你至少先做两阶的网页 就是到那个页面 对如说办公室应用 底下 我们又可以在什么 建立直网页 比如说 我就建立一个word文书处理 建立一个excel试算表 好就是当我建立完了word文书处理 跟excel试算表第三阶的网页之后 我们可能就要先来跟你分享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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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想應該都做差不多了 那當然我還可以再做更精緻一點 或更豐富一點 好,那接下來我們先來談八部